新店清潭福德工举办中原齐安执福法会 并且捐赠千金百米帮助弱势 其中800金捐给新店区公所食物银行 另外也捐给清潭里美潭里各100金 给里内的中低收入户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回馈社区 用实际行动来关怀地方弱势 新店清潭福德工举办年度中原齐安执福法会 并以实际行动回馈社区 捐赠800金百米及物资 给予新店区公所食物银行 由区长陈宜君代表接受这份爱心 他除了表达感谢 更强调庙方的捐赠 带给弱势家庭实质的帮助 也期盼能够有更多社会资源及爱心的益助 我们新店的各宫庙都可以 比照这样的方式抛砖于一 希望各宫庙跟我们在地里长 或者是跟我们公署来合作 来把这样的一个葡萄品 来发送给我们这些弱势族群 大家可以吃平安 那我觉得这样的宫庙 这样在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善举 非常值得我们各界来学习 那这样的捐赠的物品 我们也会把它纳入到 我们新北市的爱心大平台里面 然后希望可以再集资更多的一个 正向的力量来安定社会 清潭福德工已经有120年的历史 是当地居民的重要信仰中心 于民国110年成立社团法人 新北市新店清潭福德功德会 理事长彭启棠表示 除了捐予区公所食物银行外 另外也捐给清潭里美潭里 礼办公室各100斤的白米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也欢迎民众捐助普渡物资 将一点一滴的爱心聚集在一起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与弱势民众 总共准备1000斤的白米 然后其中的200斤呢 我们是要交由清潭里跟美潭里 在立两位里长来帮忙 发送里内比较辛苦的家庭 其余的800斤呢 我们就委托工所这边来发送 然后当然我们现场 我们等一下普渡结束也会募资一下 跟着召集一下说 有人想要捐助物资的 我们有一个物资集中区 然后到时候就明天就一起送到工作去 这场年度中原齐安指抚法会 吸引了许多虔诚的信众及居民前来参与 场面庄严而肃募 捐赠白米的爱心行动 让中原齐安指抚法会更加有意义 也让社区居民感受到 庙方对于社会的关怀 为新店地区的和谐发展 注入了温暖的力量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新店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